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前破坏 而将守在您的身旁一步也不离开 为您敬笑 而永远是您的四郎 女言 魏大宋我身不由己 但我从未改变过 四郎 你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会等你的 我会永远等着你的 你答应我 耶稣罗 好 我答应你 你活着 我就毁了 我等你做错了什么 让你如此的回报我 我真傻 我们真的以为我是你的女人 你是我的男人 其实原来你心里面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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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ly 好 好 好 你 好 Good 。 jähr loc 齐 神 我知道 一日不会孤独 你们就一日不会游泳 现在你们可以安息 人生最苦是离别 这一次的回家 已经让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公元九百六十年 宋太祖赵匡印 夺取后州政权 建立大宋王朝 北汉大将杨叶 不满北汉主流虫 携七尔归顺大宋 为报太宗后代权 率杨家将南征西讨 为宋室平边将共国位 立下汉马战 太宗册封杨叶为右领军卫大将军 并遇赐天波府为将军府邸 奢赛化与杨叶 培育杨家七尔郎 习文练武 精忠报国 杨家将威名远博 杨家将威名远博 杨家军骁勇善战 勿国安邦 使其成为辽人的心腹大患 辽人无时不刻 不想将这烟远博 除之而后患 已世宫 即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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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撤 什么人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走 如今辽人逐渐强大 屡屡进犯我边关 虽然我大宋军队一直设防 可长此以往 朕担心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炎 陛下如何 臣以为此仗一定要打 为何如此肯定啊 臣既出此言自然是思虑的 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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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跟你们说的 少爷 你抓了我 我没叫你到先叫了 恶人先告状 对不起 对不起 少爷 好了 今天没心情和你计较了 我妹呢 小姐 在屋里睡觉呢 宇渊 少爷 小姐吩咐 她睡觉的时候不能让别人进去 我是别人 我是她哥 少爷 少爷 真的不能进去 还说她睡觉呢 你看 那不是过来了吗 哪呢 少爷 宇渊 你赶紧起来吧 哥哥受了天大的委屈 得跟你好好说一说 别睡了 赶紧起来吧 你醒不醒 你醒不醒来 我可撩被子了 我真撩了 银子 你给我站住 我不醒了 我找我 酒 要不赶 你 organizational 我先要抓住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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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条毛巾 来喽 你这个银贼 我看你往哪跑 快给我出来 我没说你 快把毛巾围上 快走 大家都听好了 这里面有杀人犯 你们赶快逃 不得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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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什么人 赶紧给我拿下 快走 快走 围住围住 传说中无往不胜的杨家将也不过如此 打不过就群殴 玉世锦流氓也没有多大区别 有本事一个一个的来 你 这位小兄弟不止身手好胆子大 连说话都这么刻薄 这位兄弟客气客气了 不过军营重地 无故闯入姿势者可就地正法 正法 好 你们有本事就先把我抓住好了 什么事 你快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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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 我走 我走 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他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走 你这上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进了土匪窝 当然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这位小兄弟 你口口声声说 杨家军是土匪强盗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如果有的话你就说出来 让大家弄个明白 看你的意思 有人混进了杨家军 到底是混进杨家军的 还是从杨家军里混出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这要问问你了 一派无言 杨家军向来军风严谨 怎么可能出这种多奸犯科之途 你当然这么说 小兄弟 你可认得那个人的面貌长相 我当然认得 你现在就是不得了 是 就是不得了 你现在就要听到 你那么损败 就不得了 凯败 他就是不得了 你反 to 他就不得了 我该怎么看 我说你就不不得了 你这么损败 他就是不得了 原来是你 此人姓王明三 以前曾在杨家军服役过 但是一位偷盗违犯军纪 已经被逐出军队了 小兄弟 那此人就交给你去建官了 还有 以后别说我们杨家军是土匪无赖 先前多有得罪了 咱们后会有期 给我走 走 走 败类 真是败类 臣攀仁美 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请起 谢皇上 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臣不知 请皇上明示 臣知道 臣知道 今日在殿上委屈爱卿了 臣知罪 现在国库空虚 而臣一心想给辽人小颜色 不免唐突了 臣也有难处 臣也有难处 目前国家需要依靠杨家军来镇守边关 所以只好委屈爱卿 忍气吞声一些 臣太直率 请皇上 请皇上恕罪 不过 朕也要谢你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忠臣敢站出来和杨将军争辩 只怕没人敢说来说话 傭兵自重这个词苦来有之 朕也不是不明白 臣感谢皇上厚爱 臣这条老命都是皇上给的 别说替皇上说话 就是让老臣去死 老臣也心甘情愿 盘爱卿一片忠心 朕心里一清二楚 好了 你退下吧 臣告退 潘爱卿 皇上 杨将军乃是北汉的降臣 而潘爱卿你一直跟随在朕身边 孰清孰众 朕心里有书 臣 叩谢永安 卖唱 卖唱也得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这不是天波斧的地界吗 天波斧 天波斧是个什么东西 卖菠菜的 天天卖菠菜也这么牛 大爷我知错了 掌坤 告诉他 我是什么人 这位公子 姓潘明豹 我们都叫他 豹哥 他就是当今全清天下 潘仁美丞相的独生子 潘暴 谁让你在天波斧的境内 虚心霸道 仗势击人 快放开他们 我当是谁 原来是菠菜府的七公子 没想到菠菜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小牛 干脆 你别跟着洋气郎了 跟我回去揍我的小妾怎么样 毕竟你臭嘴 单挑还是群殴 随便你 单挑你挑我们一帮 群狗我们殴你一个 来就来 给我上 是啊 三哥 三哥 来得正好 帮我收拾潘暴这个贱人 又来个找来送的 大家冷静一点 不要当今闹事 又来个多管闲事的 打不过就跑过来讲和 潘暴 你贵为堂堂潘府的公子 你这样当今闹事 也不怕丢你爹的脸 这是我和杨小七的事 是他要单挑的 你们这么一大帮人 也能算是单挑 说好了 单挑挑我们一帮 简直是胡扯 看来潘家公子根本就没念过书 连单挑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放了卖唱的 我们就不跟你追究 废话少说 今天我就领教领教你杨四郎 说好了单挑 你们都不许动手 听见了没有 是 一人都不许动手 声音 这带人少爷 都给我住手 杨将军 宋志大人 宋志大人 你们几个好 赶賽街上成廳能耐来了 老三 在 我叫你去叫四郎回来 你倒跟着大伙在这里剧中闹事 爹 不要再解释 四郎 你明明知道是 不是四哥 作为军人 我不看过程 只看结果 我说过不要解释 就是不要解释 是 你们四个 给我回府 我 等候重庆 走 少爷 刚才那女儿是谁 那是杨家管家杨红的女儿 杨楚楚 杨楚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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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你这小子嘴里就像某个蜜一样 我可不是油嘴滑舌啊 一进门就看见娘的刀迎面飞过来 这样伶俐的公式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而且那么准 只听 嗖的一声 就把我脸上的小痘痘给出去了 这样的为民除害 这是让人佩服啊 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吗 当然了 我们平常就是因为太听娘的话 结果 我经常为民除害 让人就欺负了 哦 那你们干了什么 我们 不用你说 什么事经过你的嘴就变了样 三郎你说 哦 我们在街上看见潘豹欺负一个卖畅的女孩 所以就教训教训她 就这么简单 嗯 有没有伤人呢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君子 动口不动手 那爹为什么骂你们呢 我 六郎 四哥也出手了 四郎 四郎也在街上动手打人 娘 我是被逼的 不管怎么说你的身体啊 来 让娘看看你有没有伤着 娘 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我有分寸的 你爹也是的 在街上就说你们 一点面子都不给 待会他回来 你们几个 都给我站好了 站好 你怎么回事 把家里当成军营了 一回来就训话 你都知道 他们几个在外面窗户 我都知道了 我看他们做的没错 剑衣勇为才是我们杨家的风范 胡闹 简直是胡闹 一点不像杨家的男儿 倒像一群乌合之众 你没看到潘豹他有多可恶 你还在说 七郎 你别插嘴 你是他爹 不是他的上司 不能像管理军队一样管理孩子 别的我不说了 你看四郎 他身体不好 还在外面传货 身体不好就不能出门了 天天在军营里面 病都要憋出来了 给我站好 我 我说不过你 我是个人 我 你 走 好 属下该死 你为何撤招 属下不敢冒犯公主 阁杀令一出 六亲不认 你怎么可以下手的时候心辞手软 若是敌人以易容之术鱼目混珠 你岂不是坏的大事 属下该死 你当真知罪 属下甘愿受罚 探子营 乃我大辽精英所在 军令如山 抗令者除 唯令者杀无事 杨将军走 咱们咯咯咯咯咯 杨将军请 丞相李当先请 杨将军太客气了 您战功赫赫 我这老匹夫无论如何不敢跟您张长论暖 丞相所言 折杀老夫也 请请 请 那次小儿得罪令公子一事 我本想登门道歉 杨将军太客气了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 就随他们去吧 咱敢劳驾杨将军啊 是杨业管教无方 这管教的问题 能有时间 老夫请你到我家喝茶慢慢聊 好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怠慢不得 也马虎不得啊 我正有此意 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苍蝇不经无缝的淡啊 我看管教儿子的问题 我们两个真得好好招招时间 坐下来谈一谈 啊 哈 好 那咱们改日再月 嗯 好 请 请 谢谢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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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ИНТРИГУЮЩАЯ МУЗЫКА 快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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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给掂 呦 沥 呸 巴 吝 甩 嗯 走 皇上留步 除了什么事真要去看看 臣等罪该万死 惊动圣上大驾 请皇上马上回去休息 千万不能有所闪失 朕非得亲眼看看是何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皇上 乱党贼子虽然被青角驻杀 但恐怕还会有余孽 请皇上马上回宫 你们不要阻拦 朕非得看看他是不是三头六臂 皇上 请保重龙体 皇上 皇上 您不惧危险 嫌我大宋无畏气概 臣等感激涕零 可那乱党贼子纯属亡命之徒 现在情况不明 您的龙体倘若有丝毫的损害 那臣等千岛万寡也不能赎罪 皇上 不如去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上 杨将军怎么样了 杨家将已经将他接回府上 应该是没有答案 百家天保府正要去探望杨将军 皇上 出宫更使不得 现在他们人数不清 可能还有其他余孽藏身踏出 对您不利 余孽余孽余孽 余孽余孽你把他给我找出来 各杀无论 事情来得突然 臣马上去办 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一定 退下 都退下 退下 爹 爹 都给我出去 爹 您的伤 我这个是小伤 天塌不下来 夫人 天波府也不能够乱 知道了 给你 六郎 你去抓药 快去快回 是 娘 三郎 孩儿在 马上赶回军营去 千万不要引起骚乱 是 爹 那我做什么 你把我交给你的那套杨家枪法 刷给我看看 练枪 现在 有什么问题吗 去吧 那我去拿枪 好 停 杨家枪法 一斗和准头都要枪 下盘要弓 腰要挺 肩要松 手脚要灵活 驾 爹 是不是这样 嗯 好 让我耍两下给你看一看 不是说我受伤了吗 金蛇出洞 什么人 四坦军情的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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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中已经去了很久了 是啊 是最好的老中吗 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请的是全京城最好的山谷老中 娘 爹怎么样 老中怎么说 老中看了说没事了 你爹那人就是喜欢逞强 气急攻心才会晕倒 休养一阵子就会没事的 娘 你没骗我吧 骗谁都骗不了你 娘 我回来了 四郎 快吃饭了一块吃吧 娘 我没胃口 你们吃吧 站住 你上哪儿 娘 先别饿了 我想回房休息 娘 让你站住 你就站住 小七 小七 你怎么回事 你还当我是弟弟吗 你还当自己是杨家的人吗 全家人对你都那么好 生怕你受一点委屈 你就成天摆一张臭脸 跟你吃顿饭就像求你一样 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今天 我就算打不过也要打 小七 够了 你爹才刚病下 你们就真的要分家吗 别忘了还有我呢 娘 爹怎么了 爹 小声点 娘 爹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需要尽心休养 突然之间 怎么有人要炸皇宫呢 问得好啊 问出了全京城百姓的心声 小七 我就是看不惯他 越想越气 你还想打架呀 我 我惹不起躲得起 小七 此事现在由潘丞相负责彻查 具体情形怎么样还不知道 娘 我担心事情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现在由丞相彻查 依照他以往跟我们杨家的关系 我怕他对我们不利啊 娘 还是尽早做准备吧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借题发挥 事情有可能做得很大 多大 炸皇宫 弑君 甚至颠覆朝政 不可能 你爹对圣上忠心耿耿 朝野上下无人不知 况且要不是你爹力挽狂澜 恐怕真的会闹出大使端来 潘仁美 再能说善道 也不能颠倒是非黑白呀 再说 爆炸 究竟是冲着你爹 潘仁美 还是皇上 还不得而知 希望只是孩儿启人犹天吧 不过最近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叶哥 来 爹 这不是我们杨家的四少爷吗 你终于回来了 整天人影都看不见 你到哪里去了 孩儿在后山 在后山看风景 你 你真有好兴致啊 好了好了 你别老是教训孩子了 身体要紧哪 四郎 你先去了 那天好好休息 孩儿告退了 这两天你别到后山去了 你给我好好待在家里 我再跟你讲话你听到了吗 好了好了 遵命 夜哥 刚才四郎他说 我全都听到了 我相信圣上英明 他绝对不会只听见几个坚定小人的片面之词 圣上 圣上一定会提许我们杨家 我们杨家的一片忠心啊 好 属下参见公主 我吩咐你的事办妥了吗 回报公主 事情出了点小意外 什么 马车未能闯入皇宫 是属下办事不理 请公主降罪 你坏了国主的计划 一死能够谢罪吗 这事非属下能料 因为在中途出了点乱子 以至于我们公败垂成 可恨的杨叶出手阻挠 杨叶 他可有受伤 杨叶命大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而已 不过 我已经派人发出可有北汉自养的兵器 宋主得到以后 必然会对杨叶起疑心 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机铲出宋主的一条得利弊吧 我不要解释 将来的事谁能预料 父王列阵边关按兵不动 就是想静候你们扰乱汴京 动摇杨叶的军心 财毛而后动 四季而攻 直到汴京 如今你失败而回 我怎么跟父王交代 属下知罪 属下粉身碎骨 也让天波府三子陪葬 已成大辽霸业 只怕实不我语 我军列阵关上与杨叶对阵多时 王兄举兵运发 已如箭在弦上 恐怕 你们这次的失误 会造成他强攻汴京的借口 到时候 到时候 大辽恐怕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